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宜兰县弹性办公时间6月事半之后 预计9月1日正式实施 县府人士指出 未来县府东下令办公时间将废除 上午办公时间为8点至12点 下午办公时间为下午1点至5点 敬请恰公民重注意 宜兰县从1991年起施行东 下令办公时间 一县府宜兰县政府及所属机关员工除勤管理要点 每年3月至10月是下令 12月至隔年2月是东令 下令时间午休从12点到下午1点半 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半 东令时间午休是12点到1点 下班时间是下午5点 这项全国独有的政策 增加县府上下班时间频率 遭基层公务员批评是机刑制度 不少洽工民众也常常因此搞不清楚何时可洽工 县府倾听基层声音后 决定于6月1日起至31日废除东下令下班时间 事办弹性办公时间 人事处指出 经检讨实施情形上称顺畅 因此此政策9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人事处表示 未来县府上午办公时间为8点至12点 8点至9点 未弹性上班时间 下午办公时间为下午1点至5点 弹性上班者于下午5点至6点 补足上班8小时